哈喽大家好,我是夏天姐,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女孩体质特殊,只要碰到水就会加速生长,几个早直接变成少女的故事。 友荣和男友铁柱谈了快三年了,两人感情特别好,这一天晚上他们在吃烛光晚餐,铁柱趁机向友荣求婚,但友荣却犹豫了,铁柱收回戒指让他再考虑考虑,心事重重的友荣走在回家的路上,看到花店正在出售幸福的种子,他将种子买回家,种到门口的花糖粒, 希望秋天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,几天后,花坛里长出了一只手,要说这友荣也是一高人胆大,要是夏天姐碰到这种情况,肯定是直接吓傻了吧,友荣完全不错,直接开挖,挖出一个能跑能跳能说话超级卡哇伊的小女孩,她的头上长着两片树叶,跟正常人完全没什么两章,女孩是友荣至今种下的幸福种子长出的真人,她说自己是友荣的妈妈,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,友荣翻看说明说才知道, 这是一颗能带来希望的种子,可以种出自己想见的人,友荣难以相信,眼前这个小女孩是自己的母亲,女孩竟友荣不愿意相信自己,于是决定给她做最爱吃的卷心菜包肉,女孩切菜时也不小心割破了手指,友荣发现女孩流出的是绿色的枝叶,看来她真的不是人,而是一株植物,而且女孩做的卷心菜包肉就是记忆中妈妈的味道,女孩是植物,不用吃东西,她趁友荣吃饭时,去浴室洗澡, 很快浴室里想起了水声,女孩突然发出一声惊躁,等友荣走到浴室归好淋浴头,发现女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少女,原来她碰到水就会加速生长,不久后,铁柱给她发来短信,让她慢慢考虑结婚的事,女孩知道后很关心友荣的给人问题,但友荣却对此避而不开,友荣让女孩到客厅的沙发上睡觉,女孩在友荣离开后,拿出幸福种子的注意事项, 其实花的寿命只有一周,消水过多会加速生长,才会做短花的寿命,女孩看完之后若有所思,她将注意事项扔进垃圾桶,决定趁这一段时间让女儿获得幸福,一二天友荣在公司上班,女孩给她送便当,铁柱正好出现了,女孩拜托铁柱以后多多照顾友荣,还说友荣非常愿意结婚之类的,友荣听到这些脸色突变,她拉着女孩离开这里,女孩不明白,为什么友荣明明喜欢铁柱, 却不肯和她结婚,友荣之所以不告诉别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,是因为在友荣六岁生日那一天,妈妈送了她一份冲日礼物,友荣虽然不满意,她还是决心的跟妈妈说自己很喜欢,妈妈希望她能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,不要勉强自己,友荣鼓起勇气告诉妈妈,自己更喜欢魔法戒指,妈妈非常高兴女儿勇敢的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,于是向着出门给友荣换礼物,但对于友荣来说,这件事 她一点也不想再提起,两人不欢而散,晚上友荣回到家里,女孩正在翻找魔法戒指,她脑袋上又张出了几片叶子,友荣拿出戒指,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找这个戒指,女孩告诉友荣,这个戒指很重要,希望她不要忘记,友荣情绪很激透,如果当年不是自己非要几个魔法戒指,妈妈不会出门,更不会遇上交通事故,这件事一直让友荣耿耿于怀,她无比自责,甚至因此不愿步入婚姻, 她认为自己不会得到幸福,友荣真切只扔到窗外,她并不想要戒指,只希望妈妈回来陪在自己身边,女孩这才知道友荣的心结,自己因以为好的事情,竟然是女儿心中永远的痛,友荣每次想到妈妈都会觉得很痛苦,甚至不想和女孩一起生活,女孩红着眼眶离开这里,晚上友荣彻夜难眠,此时屋外下着大雨,她非常担心女孩的安全,慌乱中不小心踢翻了垃圾桶, 风巧看到了幸福种子的注意事项,这才明白女孩的良苦用心,她马上拿着雨伞来到屋外,此时女孩在草丛里寻找着什么,友荣发现女孩头上的树苗开出了一朵鲜花,此时女孩已经长得和友荣记忆中的母亲一模一样,原来她真的是自己的妈妈,友荣帮妈妈生财,妈妈执意寻找戒指,不管友荣如何劝阻,哪怕寿命会缩短也在所不息,皇天不负有心人,妈妈终于找到戒指, 她亲手将戒指交给友荣手上,弥补了当年的遗憾,一片花瓣飘落在地上,妈妈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,她从未够回过,入门帮女儿买摸款戒指,到唯一遗憾的是,给女儿带来了心理因应,其实友荣并没有遇见妈妈,只是希望妈妈能永远和自己生活在一起,花瓣一片接一片的掉落,妈妈即将离开,解开心结的母女二人拥抱在一起,友荣答应妈妈,自己一定会做得很辛苦, 妈妈渐渐消失不见,故事的最后,友荣和铁柱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,妈妈带着妈妈的照片,见证着女儿的幸福,全篇结束,看完这个故事,夏天姐也想在春天种下一颗幸福的种子,到了秋天就能收获各式各样的男神,想想都觉得美肚子,如果真有这种幸福的种子,你们最想中的的是谁呢,期待你在神回复, 我是小天姐,拍了我的视频就是我的人啦,喜欢记得点赞分钟,下期我们不见不散呢,嗯啊